最多的性格在家裡 都很驚訝了所有的性格 這些批評是否被制裁 那是完全錯誤的 因為他們甚至會問我性格 很多次 千夫所知的淫摩 偏偏只有他自己說本性不邪惡 只是有病沉迷色情 童年又被虐待影響 美國有專家說 卡斯特羅自我開脫到扭曲事實 屬典型中的極端例子 專家說這些都是性暴力 家暴罪犯的典型想法 用歪理支持自己 覺得自己才是受害者 又以為自己做得很正義 賴是受害者不好逼他們犯案 還用這些歪理將暴行講到可以接受 自己有權這樣做 還用來控制和擺佈受害者 正如民間組織指出 美國現時平均每兩分鐘 就有人被強暴 但100個強暴者 只有3個會坐牢